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月初九 献送皇帝朱建生带着大臣们到郊外去祭天 本来挺好的天 突然降下大雾 这皇帝朱建生这心里就感到有点不祥 一时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第二天 皇帝刚准备回宫 突然有人来报 说万归妃去世了 皇帝朱建生听到这消息之后愣住了 愣了好一会儿 喃喃自语道 真儿走了 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说完这话的精神就垮了 连续七天不理朝政啊 从此朱建生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到当年的八月二十二日 皇帝朱建生驾崩了 一个妃子过世 皇帝因为悲伤过度 七个半月之后随之而去 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事 皇帝朱建生驾崩的时候才四十岁 而万贵妃死的时候已经五十七岁了 万贵妃比皇帝朱建生整整大十七岁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 妻子比丈夫大十七岁 这怎么可能还有令人惊奇的呢 这对夫妻啊 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三十八年 这一掐指头一算 朱建生才四十岁 一起生活了三十八年 难道在朱建生两岁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在一块生活了吗 这令人难以置信 但确实是实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人们对这对夫妻啊 说什么的都有 尤其是对这个万贵妃啊 脱了很多脏水 极尽污蔑和抹黑之能事 那么人们为什么这样丑化万贵妃呢 我们就得从这万贵妃的身世说起了 万贵妃本名万贵二 宣德八年 他父亲犯了事 家产被抄磨 家眷被冲入宫中 当年万贵年仅三岁 被冲入宫中之后 成了孙皇后身边年级最小的宫女 也就是丫鬟 宣德十年 宣宗皇帝驾崩 英宗皇帝继位 这孙皇后啊 就成了孙太后 正统十四年 土不保之变 英宗皇帝被俘 大明王朝陷入一个空前的政治危机之中 孙太后 力挽狂澜 下了两道意志 第一 任命 成王朱启玉 监国 管理朝政 第二道意志 立朱启镇的儿子朱建森为太子 可是这一年的太子才两岁 根本不可能打理朝政啊 所以就任命对成王朱启玉 担任摄政王 后来 面对蒙古瓦剌部的要挟和压力 孙太后接受大臣们的建议 立成王朱启玉为皇帝 尊英宗朱启镇为太上皇 改年后为景太 这样一来啊 在景太年间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皇帝和太子之间不是父子关系 而是殊职关系 这种关系就非常危险 为什么危险 因为一旦这个太子朱建森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是皇帝朱启玉想看到的 他一定会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而且在皇帝朱启玉身边这些太监们 很可能会迎合皇帝的这种心理 暗中对这个小太子下毒手 因此两岁的太子朱建森 处境十分危险 怎么办 孙太后决定 派他最信任的公女万真儿来到了太子府 万真儿有两个任务 第一 服侍两岁的太子的生活起居 第二 保护太子的安全 提防皇帝朱启玉 以及他身边的爪牙 对太子下毒手 这一年万真儿十九岁 景太元年 这个英宗朱启镇 被蒙古人释放回到了北京 皇帝朱启玉 把这太上皇就软禁在南宫 景太三年 朱启玉 废了朱建森的太子地位 立他的儿子 比这朱建森小一岁的朱建计 为太子 改封朱建森为姨王 对太子朱建森被废之后 就搬出太子府 住进了姨王府 这一年朱建森五岁 万真儿二十二岁 这五岁的朱建森 既不能和阮禁在南宫的父亲相见 又得不到住在深宫中的 生母周世的照顾 奶奶孙太后 也鞭长莫及 照顾不了这个亲孙子 只有万真儿 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个孤儿一般的朱建森 两个人相依为命 景太八年 夺门之变 朱启针复辟成功 那么朱建森呢 恢复了太子地位 终于熬过了这战战兢兢的五年 八年的相依为命 这朱建森和万真儿之间建立了非常深的这种情感 可以说 他已经时刻的离不开这个贴身的丫鬟或者保姆了 这一年朱建森十岁 万真儿二十七岁了 到了天顺的七年 接受完成人之礼之后 选太子妃的事情就提上了一时日程 按照朱建森的意思 他希望选万真儿为他的太子妃 这个时候啊 朱建森啊 他对万真儿的感情 已经从一个幼儿对贴身丫鬟或者保姆的依赖 悄悄地转化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依恋了 这一年万真儿已经33岁了 可是在16岁的朱建森眼里 这根本不称万体 那么这个朱建森的父亲 英宗皇帝朱启正 经过千挑万选 定了三个人选 他们是吴氏 王氏和百氏 没有万真儿 那么英宗朱启正 为什么不选万真儿为这个太子妃呢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 第一万真儿出身第一件 这万真儿本来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 这不算低贱 因为有名一代啊 为了防止外戚干政 历代皇帝都有意识的在官职比较低的家庭中选择嫔妃甚至是皇后 可是我们前面说过 万真儿的父亲犯了事 家产被超磨 家眷被冲入宫中 万真儿是罪犯家属 原因之二 万真儿年龄太大了 万真儿和朱建森的生母周氏同龄 比朱建森的父亲朱启正 仅小三岁 想想看 皇帝朱启正 会选一个比自己仅小三岁的女人做自己的儿媳妇吗 因此万真儿落选了 万真儿的落选一点也不例外 朱启正不会允许一个大自己儿子17岁的公女做儿媳妇 尽管父亲朱启正已经为朱建森选好的太子妃 但这并不影响朱建森继续宠幸万真儿 在朱建森看来 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万真儿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人们是如何意味的呢 请继续收看 大面一案上部 万贵妃专闯之名 人们对他们两个之间这种感情 却充满了偏见非议和指责 第一种指责说他们之间叫激恋 所谓激恋就是不正常的恋情 之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恋情不正常 就是因为万真儿比朱建森大17岁 第二个指责说他们两个之间是不伦之恋 第三种指责说万真儿有野心 意思是万真儿就是利用朱建森的太子地位 向上爬达到自己的目的 还说这个万真儿 当他发现朱建森的感情 从一个幼儿对贴身丫鬟或者保姆的依赖 悄悄地转化为对情人的依恋的时候 他并没有及时制止 反而助长这种感情向这个方向发展 甚至希望如此 我认为这种指责真的是没根据 为什么呢 因为朱建森大小是对万真儿带大的 在朱建森最孤苦伶仃 无人照顾的时候 是万真儿不离不弃 和他相依为命 安慰他 照顾他 保护他的安全 十几年来他让了很深的感情 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一些亲密的关系 是完全正常的 你要说万真儿故意助长朱建森 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向男女关系方向发展 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直到朱建森当皇帝的第三年 万真儿已经37岁了 才为皇帝朱建森生生下了第一位皇子 还有说万真儿有野心 有当皇后的野心 这种指责就更没有根据了 如果说万真儿想当皇后 那他为什么不早些给朱建森生儿子呢 偏偏等到37岁之后才生呢 再说这万真儿啊 他不在意名分 他在意的是什么 他在意的是他和朱建森之间这段感情 而朱建森呢 也非常在意他们之间这段情感 比如这个朱建森登基当皇帝 那年18岁了 那的皇后呢 17岁 真是妙龄少女 面对这17岁年轻的皇后 并没有影响朱建森和万真儿之间的感情 他们两个人不但关系很好 一个月之后就把这个年轻的皇后给废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明史后非传》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万真儿善盈地义 所以禅废皇后无事 意思是这万真儿啊 特别善于迎合皇帝的意思 在背后说这个吴皇后的坏话 结果呢 皇帝就把这吴皇后给废了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实际上啊 是这个吴皇后仗则万真儿在先 为什么叫仗则万真儿呢 你们这吴皇后心想 我17岁 可是皇帝却不喜欢 我喜欢一个30多岁的女人 她心里不服气 就找茬训这个万真儿 万真儿当然也不服气啊 脸儿就顶起来了 这万真儿顶装了皇后 皇后一气之下 以整肃后宫为名 仗则了这个万真儿 逐渐深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被仗则 勃然大怒 找个借口 就把这皇后啊 立了一个月就废了 这说明 废这个皇后 完全是因为这个皇后仗则了万真儿 与万真儿的近禅言无关 承华二年的元月 三十七岁 三十七岁高龄的这个万真儿 终于给皇帝生下了一个皇长子啊 哎呦 这逐渐深高兴的 立刻立这个万真儿为贵妃 这万真儿的宫女的身份 她终于得到了改变 很可惜啊 这皇长子啊 刚刚十月就夭折了 皇长子的夭折就注定了万真儿 或者万贵妃的命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皇长子夭折了 后来百贤妃生了个皇子 又立为太子 三四岁多也病死了 吴皇后被废 立了一个王皇后 终身不育 那么就意味着 如果万真儿生这个儿子 没有死的话 他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如果万真儿生的儿子 成为皇帝的话 那么万真儿和朱建生之间 这种患难之间 不离不弃的感情 他们之间的恋情 将会成为千古佳化 可是命运没有这么安排 所以啊 这官方的证实中 这万贵妃啊 就成了一个坏女人 最早建筑于官方史料的 万真儿的形象呢 是在明献宗十路中 在献宗十路中 对万贵妃的指责 我概括出四个罪名 第一叫专宠 什么叫专宠呢 就是万千宠爱极一身 就是这皇帝啊 就宠爱这万贵妃一个人 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史料记载说 说这万真儿啊 冒雄生举类男子 就是形象长得很粗壮 声音很洪浪 耍门很大 像个男人 其实我觉得 这正是这个原因 孙太后才选她 作为太子的保母兼保镖 可是这个朱建森的 生母周太后就想不通啊 就问儿子 这女人长成这样 你怎么会专门宠幸她呢 儿子对母亲说 臣有善计 彼腐摸武安之 独再冒也 那意思就是说呀 我身上有病 只有她不是我 我才感到安定 我不在意相貌 这说明朱建森 对万真儿的宠幸 实在是长久以来 形成的一种依赖和习惯 这真的和万真儿无关 第二 生活欲制 就是说这万贵妃啊 衣食住行非常奢侈 超过了制度的允许 甚至超过了皇后的待遇 这天下人敬重给皇帝的宝贝和好东西 这皇帝都给了万贵妃 这能怪万贵妃吗 谁让这朱建森 这么宠幸他自个的万真儿呢 第三 鸡犬升天 说万贵妃一家 父兄弟职 接受以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职 意思是啊 这万贵妃的这些家属们 由于他的地位都升了官 可是按大明王朝的制度啊 这贵妃的家属 基本都封的这个级别的官职 万贵妃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特殊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别人的贵妃家属们 封这样的官职不是罪名 而偏偏万贵妃家的这个亲戚 封了这些官职就成了罪名了呢 第四 宠幸之人尽干坏事 说万贵妃宠幸这些太监呢 在宫外是无恶不作 陷害中粮 残害百姓 干尽了坏事 这些太监在宫外做坏事 长久生活在深宫里的万贵妃有责任 可是把这些太监们在宫外做的坏事 全部算在万贵妃头上 这不公正 不过在宪宗实录中 这万贵妃充其量是个受宠幸的妃子 可是到了明史万贵妃传中 就把万贵妃打造成一个十个不说得坏女人 为什么呢 万贵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后世的人们对于万贵妃的同价 主要依赖史书对她的描绘 在明显宗实录中 万贵妃仅仅仅是一个受皇帝宠幸的贼人 而在明史中万贵妃的形象就被妖魔化 那么这是为什么 对万贵妃的妖魔化有没有依据呢 因为在明史万贵妃传中 给万贵妃增加了两个指控 这两个指控就使得万贵妃成了后宫中的恶魔了 第一个指控 说这万贵妃啊 想方设法 不让皇帝的女人生而育女 只要她发现皇帝临行过的嫔妃或者宫女怀孕了 她就派人用药把胎剁了 原话是 引药伤罪者无数 我觉得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 我有下几个理由 理由一 皇帝朱建森不会答应 如果万贵妃真有此举的话 那就是要让大明王朝皇帝断子绝孙 你说皇帝朱建森 眼看着知道自己的儿女还没出生就被残害 她能答应吗 无论她怎么重姓这个万贵妃 这件事情也是不容许的 理由二 万贵妃并非一手折天 在后宫里吴皇后被废 王皇后不管事 可是还有前太后和周太后呢 这两位太后其他事不管 皇帝传宗基带这种大事 她能不管吗 把后宫描绘成这个万贵妃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说这两位皇太后和后宫制度难道形同虚设吗 理由三 朝廷百官不容此事发生 明朝的文官呢 权力大管得宽 尤其是阎官 得什么事都会上奏弹劾 据这个宪宗实录记载 说万贵妃生的儿子夭折了 百贤妃生的孩子病死了 成化十一年之前 嫔妃们没有给皇帝生出儿子来 这个时候一位大臣竟然上奏批评皇帝说 陛下您不能只林姓万贵妃一个人 您得扩大林姓的范围 以提高生皇子的可能性 想想看 大臣连皇帝林姓哪个嫔妃这种事 他都干预 如果他们知道万贵妃有多皇胎之举 能饶得了他吗 理由四 怀孕的女人不会答应 成化十二年以前 万贵妃生的儿子夭折了 百贤妃生的儿子三岁得天花病死了 披他嫔妃没生出儿子来 那么这个时候谁生出皇子 那就意味着他是太子 母以子贵啊 这是多么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假如某位嫔妃怀了龙肿 万贵妃听说消息端来堕胎的药 他会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喝下去吗 有人说会强行的灌药 好 强行灌药 龙肿堕胎 这个被堕了胎的嫔妃 他不会找皇帝和两个太后去投诉吗 除非把他杀了灭口 刘武此事难瞒人耳目啊 万贵妃断记载说 引药伤罪者无数就是不计其数啊 这么多的人身边有很多抚恤者 实时堕胎也不会是一个人去完成 这将是多么大一个受害者和目击证人的群体 这么多人给他保密 保得住密吗 这大臣 连皇帝临性哪个嫔妃的事都能知道 这种事情如何瞒得住宫内宫外的人知道呢 理由六 万贵妃没有作案动机 人们解释说呀 万贵妃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怕 这皇帝朱建生啊 宠幸生了儿女的嫔妃 可是实际上 承华12年到承华23年 众位嫔妃给这个朱建生啊 生了二十几个儿女 并没有改变皇帝朱建生对万贵妃的宠爱啊 再说了 这万贵儿自十九岁 就带着这个两岁的朱建生 和她不离不弃 服侍她的生活 保护她的安全 说明这个万贵儿是一个相当有母爱的女人 正是因此有人说朱建生有恋母情节 这种有身后母爱的女人 虽然自己没孩子 会残害别的女人肚子中的孩子吗 最后宠幸女人不太可能怀孕 为什么这么说 承华12年以前 除了万贵妃生了儿子夭折了 百贤妃生了儿子三岁就死了 其他嫔妃都没有生出孩子来 因此有人就说 正是因为万贵妃堕胎的结果 可是承华12年之后 到承华23年 众位嫔妃却为皇帝朱建生生出了二十几个儿女 有人又说了 这正是因为万贵妃停止堕胎的结果 可是做出如此指责的人 却忽略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时间 注意 承华的十二十几个儿女人 是想生出自己的儿子 此后万贵妃发现自己真的不能再生孩子了 又发现自己的丈夫没有后代 所以 所以就不再限制朱建生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就这样 承华12年之后 众位嫔妃们就给朱建生生出二十几个孩子来 这万贵妃啊 在皇帝的后宫 要和皇帝过一夫一妻的生活 真够霸道 可是这种霸道 未必会伤害别的女人肚子中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既然是专宠 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存在 简单的说 与其千方百计的 剁掉别的女人肚子中的孩子 还是一心一意的 还好你自己的丈夫 以万贵妃对朱建生的控制能力 她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综合以上理 我得出结论 说这个万贵妃啊 千方百计的 不让其他女人给皇帝生儿育女 这种指控 完全不成立 那么明史万贵妃传 对万贵妃的第二项指控是什么呢 说万贵妃毒杀了太子的生母 纪淑妃 怎么毒杀的呢 各种史料都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说成化十一年的五月一天 这朱建生坐在镜子前 让太监张明给他梳头 朱建生面对镜子 看着镜子中渐渐老去的面旁 不禁港海道 老之将至西下五子 人生之汉事 这话音没落着身旁的 这个太监张明 哭通一声跪倒了 太监说 陛下老奴该死 你已经有儿子了 这皇帝听大吃一惊 什么情况 快说 这张明说 陛下 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才能实话实说 皇帝说 快说 正答应你 这张明就说了 陛下 我要实话实说 就必死无疑 您可一定要保证好皇子的安全 千万不能再被别人害了 还没等皇帝说话呢 旁边站着一个 私立太监叫怀恩 被张明的勇气感动了 也跪倒 对皇帝说 陛下 张明所说完全属实 您是有儿子了 已经快六岁了 现在藏在后宫的安乐堂 由于怕遭毒手 所以隐瞒不报 朱建生听了这个消息 坚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哪 我有儿子了 而且快六岁了 传承 我要见儿子 后宫听说皇帝要来接皇子了 大家都很高兴 太监 宫女 嫔妃们 都跑到皇子的生母那去祝贺 可是这皇子的生母并不高兴 他知道 虽然皇位已经向他儿子招手 可是他也离死亡更近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皇子的生母是个宫女 她姓季 广西某地吐司的女儿 当年明朝军队到广西去评判 她是俘虏 进宫之后呢 做了仓库管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 皇帝临幸了他 结果怀孕了 万贵妃听说 祭氏怀孕了 大怒啊 派宫女带着药 给她剁胎 可是宫女呢 就撒谎说 啊 祭氏不是怀孕 是肚子里生了柳子 可是这祭氏呢 后来把皇子生起来了 万贵妃听说消息 就派见张明 去把这个孩子给我溺死 张明心想 我得给皇帝留个后代呀 就没有执行这万贵妃的旨意 就把这孩子抱到了安乐宫 就是专门收养有病和年老宫里的地方抚养 现在皇帝知道了皇子的存在 这祭氏就知道 他的死期也尽了 因为他觉得这万贵妃是不会饶过他的 母子分手 父子相见 这皇帝朱健身 一看这小皇子 头发长得都拖到地上了 哎呦 看得怎么就那么亲切 把孩子抱在怀里 看着看着 仔细端详着眼泪就下来了 抱着孩子说 嗯 这是我的儿子 太像我了 高兴的皇帝呀 牵着皇子来到了他的寝宫 先给母后汇报 然后告诉全朝廷大臣 我有儿子了 然后命中大臣给我这皇子起个名字吧 大臣们就给这皇子起了个名字叫 朱又腾 紧接着呢 就把这个皇子的母亲 祭氏 迎入宫中 封为祭淑妃 可是祭淑妃进宫 一个多月之后突然死亡了 有人就说 这是万贵妃下毒毒死的 听说了祭淑妃被毒死的消息之后 这个张敏呢 就在后宫吞金自杀了 这个时候呢 死亡的阴影开始向皇子的头顶笼罩了 大家都担心 担心皇子的安全 这个时候周太后出面了 好 皇子交给我 我看谁敢动他一个枝头 就这样 皇子和奶奶住在了永寿宫 有一天 万贵妃 要请这皇子到他的住处去做客 奶奶就对孙子说 你到他那去啊 千万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这孙子就不解了 那他非要让我吃呢 你就说你吃饱了 好吧 记住了 皇子来到了万贵妃的住处 万贵妃果然拿出很多好吃的东西 就对小皇子说 吃吧 可好吃了 小皇子说 我吃饱了 没招了 万贵妃端出一碗汤 那吃饱了喝点汤吗 小皇子看一看 我怕你都没有毒 哎呦 也就是从此开始 在后宫的嫔妃们就不断的给皇帝生出儿女来 以上故事啊 虽然在各种史料中有不同的版本 但有一点是共同没有争议的 怎么呢 就是把万贵妃描绘为一个后宫中的魔鬼 万贵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史书中没有给予太多好的评价 以至于万贵妃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成为了一个坏女人 特别是独自祭妇妃这件事 更是把万贵妃打入万劫复的境地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万贵妃到底是不是凶手 如果不是的话 人们为什么需够这些情节来抹黑和诋毁万贵妃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上部万贵妃专宠之谜 那么在我看来 这以上故事中有三个情节 除了皇子没有生在皇宫 六岁之前众位大臣不知道 纪书妃进宫一个月之后就死了 除了这三个情节之外 其他情节都是虚构 那么也就证明对万贵妃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 我举出几个例证 例证一 皇帝朱建森自始至终都知道皇子的存在 据朱建森手下的兵部尚书引直回忆说 在纪氏怀孕之后 万贵妃听说消息非常生气 所以皇帝朱建森呢 就把这纪氏啊接到了安乐堂 对万贵妃说 即使不是怀孕 是肚子里生了瘤子 我现在把他放在安乐堂去治病 当皇子生下来之后 他就派守门太监照顾这皇子 然后命令宫廷内部的侍卫 严格保密不许走漏风生 所以这尹直就得出结论说 宪宗设计前仰他所 出妃不知影 意思是皇帝啊 实际上是他悄悄把皇子安排在安乐堂 他自始至终都知道皇子的存在 那么就要问 为什么皇帝有了儿子 不敢告诉万贵妃呢 我分析啊 因为万贵妃37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孩子 却不幸夭折了 他老想生自己的孩子 一直没有怀孕 所以皇帝朱建森啊 就怕他和一个宫女怀孕了 这消息让万贵妃知道伤心 例证二 万贵妃听说丈夫有儿子之后的态度 据这个尹直回忆说 万贵妃听说皇子都快六岁了 大吃一惊 说了一句话 何读不令我知 意思是为什么就只瞒着我一个人呢 此话真的透露出一种委屈 他听到消息之后 马上穿好衣服 去见皇上 向皇上祝贺 然后赐给既是母女非常丰厚的礼物 几天之后选择良辰即日 把母子两人接进皇宫 礼数是贵妃 意思是完全按照贵妃的待遇 接得了这个既是 例证三 皇子进宫之后 实际上是和万贵妃住在一起 据朱建生手下的内阁首府商路 在他的奏章中说 说皇子接到皇宫之后 这万贵妃啊 公亲抚育 保护知情 恩爱之后 欲于己出 因为皇子的母亲 纪淑妃啊 病得很重 所以呢 抚育这个孩子的任务呢 就落在了万贵妃身上 她对这个孩子 辛勤照顾 超过自己亲生的儿子 例证四 纪淑妃是病死的 不是被害死的 据献宗实录记载 成化十一年的六月二十六日 皇帝朱建生听说纪淑妃病了 就派太医去给这个纪淑妃看病 太医看着纪淑妃啊 病具汤药赋能净 就是病很重 被汤药都灌不到嘴里去 两天之后 就是六月二十八日 纪淑妃死了 你说如果说是万贵妃下的毒药 病都这个样子了 他有必要吗 如果说是万贵妃 毒死了这个纪淑妃 那皇帝朱建生 怎么可能在半年之后 封万贵妃为皇贵妃呢 例证五 张敏根本没有吞金自杀 据引之回忆啊 这张敏呢 由于保护和抚养太子有功 得到了很高的封赏 他实际上是成化末年才死 说张敏吞金自杀 纯属虚构 这样一来 对万贵妃的第二个指控 也是不成立的 把万贵妃描绘为后宫中的恶魔 这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 那就要问 那么为什么虚构这些情节 来抹黑和诋毁这个万贵妃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万贵妃太受宠了 皇帝的后宫 那么多女人围着一个皇帝 都想得到皇帝的宠性 可是皇帝却偏偏宠性 万贵妃一个人 想得到宠性 却得不到宠性 得不到宠性的人 必然会记恨得到宠性的人 这虽然是人类的劣根性 却也是人之常情 在专以争宠为永恒主题的皇帝后宫中 一个专得到皇帝宠性的女人 会在其他女人心目中有好印象吗 再说这万贵妃啊 得到皇帝的专宠之后 就给这大臣们留下了口识 什么口识呢 这帮子文臣们不敢直接批评皇帝 就把皇帝的过错 甚至自然灾害都归在 受皇帝专宠的女人身上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所谓女色祸国 红颜祸水的观念了 这种观点现在听起来很沉浮 这是中华文化中的糟薄 但影响依然很深远 那么大明王朝还发生什么疑案的时候呢 以后再说